兄弟们,让我成为全村孩子里面最亮的赞那个品牌,又出新品了 这把玩性我相信没有哪个男孩可以拒绝 哈喽大家好,我是肖文 我们今天还是来玩一套把玩性极高的玩具 他们都是来自《酸雨战争黑风部队》里面的三款人物 同时还有两个超酷的载具 《酸雨战争》的故事背景是未来和浩劫以后 所以在人物以及机甲的设定方面有很浓重的废土风格 同时也搬有强烈的科技感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款人物它叫梅森 它背后可以通过机械益智搭载重火力机枪,整体造型设计非常的炫酷 3.75英寸大小的玩具 在身体上的外甲做就效果以及涂装质感都很不错 除了眉神以外还有另外两名队员 他们分别是《黄蜂队长》和《狐蜂先锋》 我们可以看到三款人物从身高到铠甲的样式 甚至武器细节都完全不同 头盔可以呈现出半开或是完全取下的状态 背后配有收纳匕首以及手雷的配位 《黑风小队》配有一台灵魂载具摩托车 这款摩托车的名字很有意思,叫迅翼斯必达 在后轮位置可以收纳重炮 同时在握把两侧也可以搭载手枪 额外还有不同的摩托帽顾玩家选择 可身高的轮胎绝对适用于任何地形 这套《黑风小队》仍如其名 整体配色的元素与蜜蜂保持了一致 那三款人物只有一台载具怎么能够呢 我为他们额外搭配了一台人形坦克车,私心诺容 它背后可收纳四核,备用子弹 巨大的子弹相对应的就是这枚可折叠的炮筒 内舱可上下开合 这也是为了让驾驶员更方便的出入 我去,这设计简直太炫酷了 并且在原地不动时前后配有支撑 这一设计可能也是为了稳定它巨大炮筒所带来的后座力 轮阵同样具有身高功能 两个灵活的手臂配有重型机枪 在攻击模式下应该毫无死角 我敢说如果我小时候能有这套玩具 我妥妥的能玩上好几天 好了,喜欢《酸鱼战争》系列的小伙伴 记得给我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拜拜